三番市 雲南白藥 益生菌 兒童牙膏全球發布 說到雲南白藥這個老字號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昨天雲南白藥牙膏在三番市舉辦了益生菌 兒童牙膏全球發布會 雲南白藥集團市場營運中心總經理李佳在支持中表示 希望借這次發布會 為全球華人和兒童帶來有效的產品和文化價值 同時通過不斷創新的產品來推動全球化發展 擁有八年歷史的雲南白藥 通過生物科技創新 歷時五年研發出緩解兒童後康問題的雲南白藥益生菌兒童牙膏 並陸續在全球上市 而作為雲南白藥牙膏 美國經銷商的太子行代表卓曉君表示 開始的時候應該是一些超市或是一些中國城裡的藥店 我們應該會找到的 下一階段當然我們希望將好的產品帶到主流市場 令到美國人 美國消費者也看到我們嘗試到好的產品 最後 對於這款新牙膏的發布 中國駐三番市總領事館 商務領事傅林 為雲南白藥代表 攀發了感謝狀 天下維持記者 旅見感報道